一次为了代购手机 远景挨告诈欺 当时新北市一名远景就找网友来订购一只iPhone 两个人也相运到信义区最大间的苹果门市来取货 只是当警察拿到了手机在付费上却出了问题 年月26岁的陈姓远景 二月份请一名男网友代购一只iPhone14 价值大约三万元 但远景拿了手机 给网友的代购费却不到三千块钱 业者事后发现付款失败 远景又拒绝交付手机 网友立刻报案提告 警方10号晚间持搜索票前往远景的住处 将相关证据全数带回 台北市新一分局的警方机后报案之后 发现涉案的远景就在三重分局的警备队服务 当晚搜索将他带回侦办之后 检方也将他申请羁押 承信远景移送地检署之后 检察官认为还有共犯没有到案 担心远景串供申请羁押 法官事后裁定八万元交保 证明承信远景景专34期2016年毕业 在警备队服务之前 先后待过中心桥派出所与慈福派出所 曾经与他工作的同事表示 他工作态度一般般 有受理过诈欺报案 但应该没有真的侦办过诈欺刑案 这回疑次因为带购手机成了诈欺罪的被告 分局开考机会决定要记过两次 同时报警警察局建议调整服务地区 如果远景最后被判有期徒刑 又不得一颗罚金或是缓刑 恐怕将失去警职身份 为了一只手机真的值得吗 TV欢迎接新闻什么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